朗读短文一 有空的时候 找几位上了年纪的人 请他们谈谈童年的生活 多少总能给我们一点启示 最近 一位年届古稀的长辈 谈起了他成长在贫穷家庭的情况 他每天吃的都是干薯和木薯 没有机会吃到一碗白米饭 偶尔游碗西粥 配上咸菜或咸淡 就已经是很可口的了 生病时 母亲就到药材店买药 吃了睡一觉就好了 不然 父亲就到山上拔些药草 也总是药道病除 到了十岁左右 十日至十七 天还没亮 他就跟着父亲 手里拿着胶刀摸索着走进胶园 学习割胶去了 他的童年没有玩具 所玩的东西 是用树枝 树叶和废纸制成的 有时 他跟左邻右舍的小朋友 沿街十些香烟盒来玩 这位长辈最后说了句 令人深思的话 我今天身边还有点钱用 是我小时候吃了很多苦 懂得处处节俭而省下来的 因此我衣食无忧 朗读短文 二 每当经过东海岸的丛林时 我一定停下来 看看那告示牌 鸟七夕地 数十年过去了 哪有鸟的影子 这种现象的确值得 我们去思考 其实 告示牌是为人而设的 与鸟兽无关 告示牌一般分两种 一种以文字书写 另一种以图形表示 后者一目了然 一个图像 一条横线 一看就知道 要表达的意思了 文字告示牌 有时读不明白 那也罢了 令人百思不解的是 连那简单的图形 也有很多人视而不见 例如 禁止乱丢垃圾 禁止在地铁车厢里 饮食 禁止在咖啡店吸烟等等 很多人看了都无动于衷 说实在的 阅读文字 或许费神费力 然而 连小孩都能了解的 简单图形 也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这些人的公共意识 就有待研究了 告示牌固然重要 拥有良好的公共意识 更为重要 朗读短文三 到国外旅游 我偏爱当地的市集 多过于名声 很多名声一生 走访一次已经足够 市集却不一样 可以是旅游的目的地 也可能是重游一个地方的理由 到曼谷去 恰都恰周末市集 是行程中所不可遗漏的 旅游手册说 要走完这个全球最大的市集 需要花费一整天的时间 一万多个摊位 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从服饰 手工艺品 日用品到花卉和宠物 每个摊位有各自的特色 游人免不了停下脚步浏览 我喜欢 是集里发出的杂音 这些杂音是摊主和熟人寒暄的话 还有讨价还价时的语调 在这里 不必担心语言差异 数字 才是市集的共同语言 如果对方真的听不懂 笔手势或拿出计算机 也能顺利进行交易 穿梭在小摊位间 进入眼帘的是琳琅满目的货物 从中了解当地人的传统习俗 与流行文化 何尝不是一种生活美学 朗读短文四 节日即将来临 人们在洋溢着喜庆气氛的日子里 应该做好防范 避免成为罪案的受害者 警方提醒公众 节日期间 在拥挤的地方应该提高警惕 不要让混杂在人群中的歹徒有机可乘 在拥挤的场合里 歹徒通常会寻找目标 伺机飞离 然后迅速离开 有些案例显示 他们用泡沫和五彩纸屑袭击受害人 使他们睁不开眼睛 然后趁机飞离 今年 警方将和国家环境局合作 联手取缔 售卖泡沫喷雾的小贩 非法摊贩将被控上法庭 货品也将被没收 警方也一再提醒公众 加强自我保护的意识 如在人群中提高警惕 警量和家人 朋友走在一起 避免进入混乱无序的人群中 同时 警方也提醒受害者应当立即向附近巡逻的警员求助 或拨打电话报警 警方也劝请公众应该处处礼让 多为他人着想 避免做出有损他人利益的事 朗读短文五 日子非一般的过去 转眼间 又到了继新年贺卡的时候 朋友向我推荐了一些新颖的贺卡 这些不平凡的贺卡 是新加坡口族画家的精心杰作 这些深残之间的画家 虽然只能用嘴或脚从事绘画 但他们的作品水平很高 几乎看不出不是用手画出来的 这些独具匠心的画作 色彩或先例或淡雅 与一般画家的作品并没有什么差别 难得的是 他们并未受过专业的绘画训练 可以想象他们需要经历多少痛苦的磨练和挣扎 这些口族画家带给我的启示是 顽强的生命 可以在黑暗中闪耀亮丽的光彩 不屈的斗志 可以在困境中支持伤残的身体 去争取美好和充实的人生 我会将这些口族画家的贺卡 寄给各国的亲友们 让一张张的祝福飞越千山万水 传送到天涯海角 激励更多幸福或不幸的人们珍惜生命 勇往直前 朗读短文六 以下是一个受恩不忘的故事 有一位秘书小姐每天早上去上班时 总会见到一个身穿破旧外套的中年妇女 站在教堂前行起 她总是带着笑容 跟每个路人打招呼 秘书小姐也经常给她一点钱 一年以后 妇女突然不见了 后来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 她又在教堂前出现了 身上穿的仍然是那件破旧的外套 秘书小姐正想伸手去掏钱包 妇女却阻止她 谢谢你那些日子一直帮助我 她说 你以后不会再看到我 因为我已经找到工作了 说完之后 她递给秘书小姐一个小纸包 原来 这位中年妇女不是等着别人给钱 而是在等她认得的人 好给她们一个甜甜圈 以表示谢意 朋友 在你有能力时 稍稍回报别人的恩情 会使自己和对方都获得莫大的喜悦 助人固然是美好的行为 回报更是高尚的情操 朗读短文期 小时候在父母的鼓励下 我习惯把钱储蓄在铺满里 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 这个好习惯却不知怎么的离我而去 最近我看到书架上摆放着一个我从未留意的铺满 很自然地就把手伸入口袋 将铃钱投了进去 她是个塑料的小猪铺满 一脸笑嘻嘻的 样子十分讨人喜欢 从此 为她就成了我的新习惯 每天回家 我必定会把口袋或皮包里的铃钱掏出来 让小猪铺满 享用 有始至终 我都没想过 我在储蓄 反倒像是在喂养一只宠物 有时候 把胖胖的小猪拿起来感觉一下它的重量 满足感是绝对有的 那不是来自金钱的增加 而是可爱的小猪在积少成多之中 越变越重 不再是外形肥大 内部空虚 现代人挥霍成性 有储蓄美德的人越来越少 我不禁对这只让我再度开始储蓄的小猪铺满充满了感激 朗读短门八 家中的印尼女佣在诗城工作了两年多 一向任劳任怨 与家人相处也很融洽 但约满后她还是决定回去 她说 我生活的乡下虽然很穷困 但毕竟那里才是我的家园 有我的亲人 怎能长久离开他们呢 越是顾湘铭 水是顾香甜 不论家园多么落后 她心中依然有割舍不断的乡情 在呼唤着她早日回乡 为她送行时 我们祝福她回乡后安康快乐 老友陈先生住在三房市祖屋 家中长子成绩优良 热切向往出国深造 陈先生毅然将她送往外国升学 省吃俭用供孩子念书 孩子也很争气 学有所成 当地有大机构高薪聘请 她却不为所动 决定回国效劳 自得其乐地与家人 住在三房市祖屋里 陈家的孩子对我说 温暖的亲情和成长的时光 才是最值得回味的 眷鸟思潮 游子响家 亲情和乡愁 总是牵引着他们归来 朗读短文九 为了鼓励新加坡人接近大自然 政府煞费苦心地 在好几个自然保护区 修建了木板路 让国人体会大自然之美 贝亚市蓄水池下段 四周都是热带树林 民中就有木板路贯穿其间 无论什么时候 走在这样的木板路上 都会觉得 自己是做了一次 十足的森林域 这里的木板路最大的特点 就是处处可以听到美妙的声音 在林间的木板路上走着 不时听到风吹枝叶的声响 以及各种虫鸟的集体大合唱 这些声音 让你在悠闲的步伐中 时时刻刻陶醉在自然的交响乐中 星星点点的阳光 透过树木的枝叶 在你身边闪耀着 走在这样的木板路上 呼吸着清爽的空气 自己的感官仿佛更加灵敏了 越来越城市化的新加坡 真是很难得 有这样一个令人心动的地方 不论是独自散步 或是三两好友漫步谈心 都会是一种十分美好的感觉 最后的一个人心动的地方 是独自散步 不论是独自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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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的地方 不论是独自散步